还是最新的连线 台湾大车队的电车司机 林渊胜能在上个月 因为口角的冲突 涉嫌将乘客给开车撞死 检方在今天贞结起诉 求处无奇徒刑 而被害的死者家属 还是能不能够接受的状况呢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最新连线给记者李小玲 也没有 检察官认为 司机林渊胜设案之后 虚伪角逝态度不佳 而且使用计程车杀人 向法院具体求处无奇徒刑 先来看看死者杜战修 他的妻子所做的回应 这是一个对社会大众 一个正义的一个交代 但是目前对我来讲 我还是没有办法 接受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法官 对于在判刑的时候 能够从重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今天就是我先生的六七 不要说梦过 我先生一直都很不甘 头七的时候 我们跟他挂杯 一直多 他都没有办法来 都没有办法来 释怀这个事情 都是要我一再的跟他求 我说好 他一个女人得养 三个孩子 还有老母亲 独立撑起这个家 杜战修的妻子 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 他拿出丈夫生前 搭台湾大车队的记录 花是10月17天之内 就叫了八次车 可以说是车队的爱用者 没想到却因此丧命 他说事发42天了 台湾大车队开出的和解金是220万 不要就走司法的途径 让杜太太非常的伤心 他痛批车队没有责任心 要把这整起事件公告在大众面前 请社会来攻断 以上是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棚 好 谢谢小林的最新年线 针对这起建策司机撞死乘客的案件 虽然检方求处了无期徒刑 不过死尔家属依旧认为车队是没有正义 不过死尔家属依旧认为车队是没有诚意 不过死尔家属依旧认为车队是没有诚意